我们在往生转 在净土神仙路 看那么多人往生 里头一半以上 从借出这个法门 三年就成功了 前些年 深圳一个年轻人 王仲昌 很多人知道 他三十才出头啊 听说念佛三年 可以往生 他做实验 实验到底是真是假 闭关三年 真一用功啊 我听说他在官房里 还有日记 最初在官房里 也是行福祈祷啊 多无量寿琴 念阿弥陀佛 真的把万元放下 两年十个月 他往生了 欲知实至自在往生了 说明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他绝对不是寿命道了 他绝对不是寿命道了 还有寿命 不要了 我要跟着佛 到极乐世界去 你的心是真心 愿是真愿 苏婆世界 真放下 阿弥陀佛就来了 阿弥陀佛 他来安安慰你 等于说 给你收记 他会告诉你 你寿命还有多少年 到你临命中时 佛一定来接引 你的心就踏实了 你自己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 可是有一部分人 听到佛这个话 还有寿命 我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去 佛很慈悲 没有一个不答应 来去子儒啊 去很好 留也很好 好 你怎么可以 保持人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办 好 我